元宵节即将到来 平邻区公所邀请区内长辈到幼儿园与小朋友一起搓汤圆 大家还发挥创意捏出了不同造型 现场充满了欢乐气氛 平邻区公所也希望能够借由长辈的教导 将传统习俗传承下去 19号就是元宵节了 平邻区公所在元宵前夕 邀请区内长辈到幼儿园与小朋友一起同乐 为了让小朋友了解元宵节传统习俗 公所也特地安排爷爷奶奶们教右头们搓汤圆 斩备先将原味绿茶还有红曲口味的糯米团搓成条状 然后捏成块状方便小朋友们搓揉 大家都很认真的听从爷爷奶奶的解说 而糯米团经过了小手不停的搓捏 变成了一颗颗的小汤圆 五颜六色放置在盘中显得相当丰盛 今天是做什么 汤圆 觉得好不好玩 好玩 搓汤圆好不好玩 好玩 你有搓不同的造型吗 有 有搓什么形状 毛毛种 足球 还有帆转 同时长辈与小朋友也纷纷发挥创业 捏出各种不同造型的汤圆 像是应景的小猪等等 让现场充满了欢乐 很趣味 很好玩 可以自己做一些传统的东西吗 有 小朋友 小朋友 老人就是小孩生了 就是喜欢跟小朋友玩 小朋友 小朋友 欢喜就好了 小朋友 欢喜了 平地区长 保贵的经验的传承 公所一连续举办了市场 借由节庆来举办了市场活动 希望借由鼓励长者出来走走 带领的小朋友 搭搭共荣共学 落实侯市长的政见 让长辈能在地老化 在地乐活 让小朋友能快乐 幸福 健康的成长 吃汤圆 提灯的容 过去都是元宵节 不可或缺的活动 借由祖孙一起搓汤圆 让平临幼儿园 提前充满了过节的欢喜气氛 记者声评这门期 平临财宝报道